共土順利 良辰及時一到 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官員們 拿著鏟子舉行動工典禮 已經延宕18年的環南市場改建案 終於要登場了 柯文哲感嘆市場改建 最困難的就是要好好協調 而做到市任市長都辦不到的事情 話語間有感嘆也有政治現實 每一個市場的改建 都不是在你那一任 就四年內可以完成 因為那是從開始講到現在兩年 那在蓋的話第一期完成 已經在差不多三年後了 第二期完成到已經差不多六年後 所以我猜是以前人 看不到會完工的日期了 沒有辦法在任內完工 所以大家改建的興趣比較不大 改建工程浩大 畢竟環南本身就是台北市 最大的傳統市場 從早期的水門外流動攤販 到1978年後完工 成為當時攤販最多 貨物最齊全的市場 不但是民眾採買重鎮 歷年來也是政治人物 敗票的必來之地 但種種輝煌的歷史 終究不敵多年衍生的環境問題 地上滿是積水電線裸露 四處可見散落在地上的蔬果葉菜 老鼠四串的問題 更是嚴重改建時的工程 會不會讓周邊蒙受其害 也讓人很頭痛 看他病毒是衛生局已經有防疫的處理 有一些預防措施 因為這個以前就 這個是有經驗 我也認為像這個 開始打的話 還是有可能老鼠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整個秘鼠的工作 是持續在進行 雖然柯文哲信誓旦旦要努力溝通 將從家禽市場進行第一期施工 預計2019年完工 第二期則是拆掉舊有的環南市場 完工日設定在2022年 目標打造成地上六樓的綠建築 一樓是主要攤商超過1000個攤位 二樓以熟持區為主 規劃出美好願景承諾營運不中斷 該怎麼協助攤商度過陣痛期 更是現在的難題 動土只是第一步 後續的困難才正要開始 UGN TV 午餐有傳話 台北報導